杨子和肖战没有恋爱的可能 两人私下是好朋友 知道呱呱直播辟谣杨子和肖战CP 并称两位明星不是对方肖战和杨子自从合作 余生请多多指教之后 就引起了很多粉丝的猜测 他们期待着两人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情侣 然而最近的爆料却让人颇为意外 称肖战和杨子根本没有恋爱的可能 两人私下只是好朋友 都不是对方喜欢的类型 这个消息让很多粉丝感到困惑 因为肖战和杨子在剧中表现出来的默契和甜蜜 让人产生了更多的遐想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首先是呱呱直播辟谣的消息 他们在直播中明确表示 肖战和杨子只是好朋友 不是情侣 他们认为两人的私人关系中没有浪漫的成分 更多的是友谊和合作的关系 这一解读也得到了一些业内人士的证实 其次 从肖战和杨子的回应来看 他们并没有过度否认或回应恋情传闻 相反 他们更注重彼此之间的默契和友谊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两人并不是情侣 而且肖战和杨子对彼此的评价也暗示着他们并不是彼此喜欢的类型 肖战曾在采访中表示 自己更喜欢外表清新自然 性格开朗的女孩 而杨子则是活泼 可爱 独立的代表 这一评价与两人私下相处的情况相符 增加了两人不是情侣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 从呱呱直播辟谣 肖战和杨子的回应以及对彼此的评价来看 可以推断肖战和杨子并不是情侣 而是私底下的好朋友 无论是合作关系还是相互欣赏 他们之间的默契和友谊始终存在 娱乐圈是一个光辉灿烂 才华横溢的世界 各色明星在这个舞台上熠熠生辉 光鲜亮丽的外表背后隐藏着许多好奇的故事 杨子作为娱乐圈的明星 不仅凭借精湛的演技在荧幕上大放异彩 还拥有不少八卦传闻 让人摸不着头脑 让我们走进杨子的娱乐世界 探寻他与八卦和电视剧长相似的双重故事 杨子因为出色的演技和清新的形象 成为了娱乐圈的焦点 然而 娱乐圈的辉煌也伴随着各种八卦传闻 无论明星多么想回避 也总会被卷入八卦之中 杨子也不例外 他的感情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关于杨子的恋情传闻也是层出不穷 从与男演员的绯闻 到与圈内好友的亲密合照 这些传闻让他的感情 生活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然而 作为公众人物 他的私生活也常常受到过多的关注和评论 八卦传闻固然令人好奇 但也值得我们反思 娱乐圈背后的明星也是普通人 他们也需要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在喧嚣的娱乐圈中 杨子凭借自己的才华和演技 在电视剧《长相思》中 成功扮演了一个安静内敛的女人 该剧以古代为背景 讲述了一段纯真的爱情故事 杨子饰演的女主角秋水的表演令人难忘 剧中 杨子将秋水的内心世界诠释得淋漓尽致 她的眼神 表情 动作都表达了角色的情感 这种能力使她能够成功融入角色 将角色的情感和内心表现得深刻动人 也正是因为她的出色表演 让观众更加投入剧情 感受到秋水的情感 杨子作为明星 既有荧幕上的形象 也有现实中的自己 八卦和传闻只是娱乐圈的一部分 并不能代表她的全部 她是一个年轻的女孩 也有自己的情感和快乐 现实生活中的她可以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 也可以是一个努力的演员 虽然流言蜚语令人担忧 但我们也应该理性对待 每个明星都有自己的隐私 都值得被尊重 她们的光彩不仅来自荧幕上的形象 更来自她们的奉献和努力 在她们的演艺生涯中 电视剧《长相思》不仅是一部感人至深的爱情剧 也是杨子演技的升华 通过这部作品 她证明了自己在演艺方面的实力和潜力 未来 我们有理由相信杨子会继续在娱乐圈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用更多优秀的作品回馈观众 然而 无论是八卦传闻还是演技的提升 杨子都是一个真实的人 她也需要面对生活的压力和挑战 作为粉丝 我们应该支持她的努力和努力 理解她的选择和决定 让她在这个娱乐圈里成长和进步 从同兴到顶级主播 杨子是如何靠努力和改变征服娱乐圈的? 娱乐行业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 充满魅力的地方 在这个舞台上 许多人为追求自己的梦想而不懈努力 其中 杨子的成长之路无疑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例子 从一个被质疑的童星 她一步步逆袭成为顶级时尚达人 展现了内外修养的完美典范 杨子的演艺生涯从童星时期就开始了 然而 童星的成功并不意味着 她可以毫无压力地踏入演艺圈 早期 杨子的颜值受到质疑 五官拼起来被指不漂亮 甚至有导师质疑她的演技 这样的情况并没有让她退缩 相反 她选择用自己的实力回应外界的质疑 风水轮流转 杨子的实力逐渐显现 尽管外界对她的外貌存在质疑 但她并没有因此而感到自卑 通过不断地学习 锻炼和实验 她逐渐展现出了自己出色的演技 从童星时代的可爱形象 到后来扮演复杂的角色 她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存在和才华 不过 颜值在娱乐圈中依然占有一席之地 杨子并没有止步于证明自己的实力 她还选择了通过外在的改变来逆袭 整容已经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 杨子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整容经历 通过整容 她的五官更加立体 脸部线条更加优美 这一改变不仅让她在外表上焕然一新 也让她在商业价值上有了更大的突破 杨子并不满足于颜值逆袭带来的成就感 她不断挑战自我 不断进步 她在多部作品中饰演过不同类型的角色 从骨感少女到古装剧中的美女 展现了她多方面的魅力 这种不断的进步 不仅让她深深地印在观众心中 也为她的事业发展赢得了更多的机会 杨子的成功之路不仅仅是外在的改变 更是内外修养的完美结合 她用实力证明自己的存在 用努力克服困难 用改变反击质疑 她的故事告诉我们 辉煌的背后是汗水和努力 成功的背后是坚持和自我超越 杨子的奋斗史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启发 首先 颜值固然重要 但实力更关键 外表可以改变 但内心的努力和才华才是真正能够支撑事业发展的要素 其次 困难和疑虑是成长的催化剂 正是因为种种困难 杨子才能不断超越自我 取得成功 在杨子的成功之路上 她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 勇敢前行 不断挑战自我 才是创造更大可能性的关键 面对外界的质疑和困难 她没有放弃 而是不断进取 突破 她的成长之路是一段充满自信和勇气的传奇 从童星到古风 杨子的成长之路充满荆棘和挑战 但也充满希望和成功 她用自己的精力成为了内外修养的完美典范 她的故事告诉我们 只有坚持不懈的努力 不断改变 进步 才能在激烈的娱乐圈中 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杨子的故事是一部奋斗史 也是一篇励志文章 她从一个不受欢迎的起点开始 通过内外修行 努力和改变 逐渐登上了古风的巅峰 她的成功之路鼓舞人心 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坚持努力 不断进取 就能逆袭人生 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无论外界怎么看 她始终用自己的行动证明 真正的力量和改变才是成功的动力 杨子的故事将在无数人心中激起涟漪 激励他们勇敢前行 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